嘿是的我洗的啦 開局就要十連抽就會發生什麼事 啊不是啦 開局拿到坦克會發生什麼事呢 二話不多說 有沒有看到左下角的這個圖案啊 這個是渦輪場地加這個禮物 我直接開局很幸運的拿到坦克 直接你看衝衝衝向前衝 努力不計向前衝 往中間拿到一個坦克 直接把中間的跑捷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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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 儘管說這邊是渦輪場啊 但我還是習慣把這個資源搶掉 然後呢開始做我們要做的事喔 那現在這個場地我覺得 資源角如果每個小時的資源角有的話 我一定會拿 因為主要是說穩護自己的後勤資源 沒有拿資源角真的是差太多了 因為這遊戲我覺得這個版本啊 不是一個打架遊戲啊 你常常打架打一打 你就二三四五名啦 所以說還是要穩住自己的資源 才有機會就是 萬丈高樓平地騎啊 有資源就可以買車買房買女人 不是女人是說的 女人就是我們要用心的交朋友就行了 啊講太多幹話了 目前這個 看到我這個情況下 拿到一個葛雷格一星喔 然後葛雷格一星真的是很棒 一顆一樹 一顆一樹喔 一刀一樹 先怎麼跟就這麼砍喔 幾個又不知道在講什麼 那當然在這場是過得非常爽啊 運氣不錯 直接拿到麥克斯 麥克斯在這個中高端局的時候 我覺得提速作用 是相當的噁心啊 怎麼說呢 因為我們B站的時候 就會把別人的鞋子逼光 然後逼光以後 我們麥克斯提速 基本速度就是比別人快 或是說我們衝刺的時候 還是比別人快 就是直接壓著塔拉達 然後這一場呢 目前的狀況喔 你看我其實會先開始選這個 補血陣容啊 這我覺得補血陣容的時候 其實主力手段非常重要 不管是醫生還是這個手工 毛妹啊 呃我覺得 因為你知道保持血線健康嗎 不然你知道一次碰撞你就沒了 像我這樣保持血線健康 雖然說儘管他不是一個補血T1 但是我已經別無選擇啊 選擇他補血 你看我的血線是滿滿的 這樣過得非常舒服 然後對面的一個 這個後面那個真人的玩家 看到我完全不敢撞我 看到說 喔唷 我看起來這個很大尾如曼了 因為看到我一星坦克 絕對受不了了 然後我這邊直接吃這個藏寶槍 那你們知道嗎 這個佩尼啊 其實是這個目前喔 破壞突擊隊傷害最高的角色 因為他可能只能藏寶圖 但是他那個槍啊 是那個加九的霸王槍 一槍其實是超級痛的啊 有機會的時候來做一下我們這個 破壞突擊隊的這個傷害表啊 好啦 講一講話 講到現在 我看我們這邊直接兩台坦克車啊 喔 好爽啊 整個坦克 覺得坦克這個角色真的是做壞掉 又硬又痛 你說他傷害不是最高沒關係 主要是他很硬啊 他在前排裡面護鋼的時候 蹦蹦蹦蹦 只要對面沒有坦克護撞的話 我們的傷害一定比沒有高 你看到 蹦蹦 欸 左邊那個怎麼不見了 蹦蹦又不見了 蹦蹦 喔 這個直接幫他配 蹦蹦 喔 這個他們直接被 直接嚇死啊 這個 這個瘋角子啊 喔 我這邊蹦蹦 他只能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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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你說喜得宜到底在講什麼東西啊 那沒關係啊 你就看起來 今天很熱鬧就行了 好 我們這邊進行一個碰撞 看看我們寶石來到這個253啊 我們現在看到 撞一個打一個 撞一個打一個 看到一個就炸 看到一個就炸 我們又再怕 你看一秒鐘直接蒸發了 一星坦克加一台小坦克 然後麥克斯的提速 這個直接天下無敵 無能打 對啊 有時候我這個 開局的時候 我選高風險高報酬 直接開局 如果有坦克 我就直接打了藍箱 就衝去搶坦克了 就過得非常舒服 而且有坦克 我這個是三星坦克 有這個超載能力喔 加攻速的時候打得非常快 所以我會不怕說 這個對撞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看 然後這一邊 直接拿下 第一名 而且是 導師有100多個差距喔 接下來我們來下一場 告訴大家這個 小秘訣啊 什麼小秘訣呢 我們出發 這一場開局拿到莫提斯 莫提斯我覺得 如果是死獅第一隻角色的話 我蠻喜歡拿的 主要說他可以招兵買馬 類似那種死靈法師啊 可以招萬四隻 在這個三星的狀態 喔 我們要主要講的小秘訣是 有時候我會跟這個朋友打 如果你已經到了聯賽喔 然後你有這個爬杯壓力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跟朋友打 一起打的喔 朋友如果沒有一起打的話 你就不會有這個 呃 所謂的需要爬杯喔 你不會輸了也不會掉杯 那這樣子的好處是什麼呢 主要是說 你這樣跟朋友一起組隊的話 可以 遇到電腦的玩家比較多喔 然後跟朋友玩也可以快快樂樂輕輕鬆鬆 沒有壓力也可以帶朋友 朋友也會覺得你好神喔 像我今天就是這個是 跟我一個觀眾一起打 有時候常常說 半夜的時候遇到這個觀眾喔 這個 女觀眾喔 漂亮妹妹啊 哈哈哈哈 提壞話 然後就會覺得就 就會一起打這個遊戲 然後就爬 然後就覺得爬得很輕鬆 你看到這個局就會變成說 呃 電腦會比較多 啊只是說電腦會比較多 但是還是會遇到真人喔 但是你就不用去爬積分 就不用這種積分焦慮啊 強度焦慮啊 也會比較好贏喔 不然遊戲也會比較快樂一點 好 我們還是直播解說這個戰局吧 這場是這個皮納塔 也是皮納鐵禮物箱 其實我真的很喜歡這個關卡 這個關卡 雖然說沒有加速鞋喔 但是這個 很像這種打寶的感覺啊 只要打掉它 就會出鞋子啊 出法術啊 出什麼 就是反正是 百變的是隨機的喔 然後有錢有寶石啊 什麼都有 什麼都不奇怪喔 破壞突擊 對棒棒 好那這邊的話 我這邊拿到莫提斯 可以拿到小兵 我這邊開始 其實如果你們從開始看的話 我這邊就穩穩的拿到我的陣容 這邊一星的雪莉 一星的這個海島騎兵 海島有隻 咕咕咕咕咕咕 我覺得海島騎兵真的是 我覺得偏難用 但是對撞的時候好像又不錯 他算是一個防守型的角色 但我覺得 我沒有那麼喜歡海島騎兵 好 直接一個碰撞喔 這個請多多指教 沒關係我這一場就是請多多指教 下一場再讓你多多指教 你永遠就打不贏我 啊 你說喜達你為什麼看到這個 ID名就電腦還這麼開心啊 他電腦其實也是有個快感啊 說冰原人的那個寂寞 你們不懂啊 看到電腦我也會很開心啊 就會讓我肥啊 殺電腦的好處就是說 呃 怎麼說呢 我們會有拿到一把免費的鑰匙 那就是經濟就會領先嘛 但我覺得未來的版本 我覺得這個目前啊 快途絕對是一個 還是在全球測試啊 比如說全球上市了 但是我覺得還是在測試 未來的競爭的 會來越激烈喔 我覺得玩家 呃 遊戲公司現在讓玩家 熟悉這個狀態 有可能都是10家玩家的話 我覺得會非常的激烈 現在就是甜甜局啊 什麼甜甜局 就是食人局裡面可能有 5到6位吼 都是電腦啊 這樣就是讓你 只要有 你越快殺電腦 你就優勢越大 然後吃寶箱什麼的 好 那我們這邊吃了一個寶箱 然後我的陣容看起來還不錯 但是沒有滑滑水 冰冰角角 好 金爆有優勢很大 但是我是很想要贏的玩家 我已經不是那種 整天只想要打架的玩家 好 那個滑滑水 拿拿 拿拿凝刺 莫提斯的小兵大隊 MAX 好這邊 這邊是寶石礦璃中間 其實我要開始往中間搶了 因為他會不斷的去噴這個寶石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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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電腦直接開殺 叮叮叮叮 炸彈炸下去 加這個東西南北到處亂兵 直接把哈坑 哈坑 殺掉了 好 然後這邊的話 我們來到第一名 195個寶石 登登 有沒有看到 其實這個時候 我已經跟 那個朋友組隊 那我朋友已經斷線啦 他已經沒有進到遊戲 所以他是第十名 但是你可以看到這個 我們這樣一起組隊 也是有寶箱獎勵的 也是有寶箱獎勵 記住喔 所以只是沒有杯而已 就是說 對我來說 爬杯其實沒有那麼重要 因為我覺得 目前這一季的 這個課長偏多 所以沒有那麼想要發堆 我們現在看電腦很多 快樂贏 我是七七七的 我們 下次見 掰掰